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 腋下古灵精怪 第三卷完美F2 什么? 灵灵失踪了? 张青安一听,一米八的大男人差点直接蹦了起来 我明明把他垫晕了,还用手铐锁住了 怎么会? 一个大活人就这么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消失了 是这个手铐吗? 路易抬起自己的右手 中纸上套着一个被人撬开的银白色紧用手铐 不住地在指尖旋转着 这,有人给他截了手铐? 张青安震惊地看着路易手里的东西 对啊,鬼怪是懒得去用普通人的伎俩的 张队还是好好查查是谁替他松了绑吧 路易语气冰冷 字字朱鸡,一下下戳在张青安的脊梁鼓上 话里话外,都是在指责他的不称职 将案子重要的嫌疑人单独锁在车里 以为这样就万事大吉了 真的是愚蠢至极 愿不得最近破案率连连下降 局长天天愁地找自己去办公室喝茶 原来,刚才今夏就注意到了 那辆被小警员说是关了发狂女生的警车里 半点人气都没有 这才问路易是他去查还是自己去查 一帮警校出来的专业警员竟然还不如一个半路出家的小医生 心思缜密 说出来这些警官的脸面网哪摆 多谢路队提醒 张青安吃了一嘴的憋 心里也很不适滋味 只能力声喝住了一个小警员 带着人一起去查那个玲玲被谁偷偷带走了 学长查到什么了 惊吓环抱着双臂 看着路易几句话就将张对之走了 挑了挑眉扰有兴趣的开口 你确定要听我的提示 路易轻笑着朝着惊吓看过去 这次案子里你可只有我的一次提示机会 既然学长不肯说 那就算了 反正现在我知道了调查方向就是那个叫做完美APP的东西 刚才那俩做笔录的学妹似乎也在玩这个APP 看起来现在在闻大很火的样子 等会回去我就调查一下制作这个APP的公司 惊吓知道路易一定不会慷慨解囊 他一直是个吝啬得要命的人 之前的三个月只有自己真正走进死胡同 或者是遇到了生命危险他才会出手相助 因此惊吓也没少得到磨练 吃了不少的亏 这一次的案子从之前张对的话里听起来 似乎牵扯了很多人 他不太认识负责档案的部门人员 回去等着拜托杨月替自己整理一下之前牵扯进来的相关案子吧 惊吓思考问题的时候总习惯不由自主地咬嘴唇或者是手指 见他又在控制不住地咬起了下唇 路易忍不住还是伸出了手 拇指斧上他被自己咬得发白的下唇迫使他终于松开了嘴 想问题的时候别咬嘴唇 哦 惊吓被唇上突如其来的温暖触感一惊 意识到那是路易的手指之后脸顿时红透 他总觉得自三个月前自己昏迷醒来之后 路易对自己的态度就不太对劲了 虽然还是严厉冷漠地看着自己训练 可是自己一旦受了伤竟然破天荒地会亲自给自己涂药包扎 就连自己喜欢空腹喝咖啡的坏习惯都愣是让他矫正过来了 虽说是请了特殊案件调查组介入调查 基本的侦查工作还是交给了重案组的同僚们 惊吓和路易在现场了解了基本情况之后就拍拍屁股走人了 位于第三届的小组别墅里 惊吓看着电脑屏幕上的资料 赚着手里的笔杆 完美APP的法人是严氏财团的大公子严氏藩 路易端着玻璃杯从三楼走下来 正巧看到了惊吓电脑屏幕上的内容 若有所思的开口 对啊 严氏财团可是国内的大连锁企业 涉及了娱乐 旅游 餐饮 自媒体很多行业 要不然你以为张队能就这么任由和几百条 人命相关的一个小APP继续开下去 还不是因为这个APP背后的人可是上边的纳税大户 关系网深着呢 惊吓一见到路易 放下了手中的笔 推了一把电脑桌 自己坐在办公椅上 滑到了旁边的桌子 拿出一份文件递给他 文大调查申请 路易翻开文件的封面 随手翻了翻 竟然是一份申请调查文大学生内使用手机的报告 对啊 学长你看这完美APP后面的金主 可能是整个严氏财团 我们这群小警察肯定当不过他们 必须先要调查清楚 这些失踪的学生和APP之间到底有没有联系 只有确凿的证据才能让这种大老板开口 今下给路易递上签字笔 满含期待的仰头瞧着他 还算聪明 不知为何 路易觉得今下现在看着自己的模样 很赏心悦目 大学里追在他屁股后面的尾巴不少 这还是他第一次觉得 被人用那种崇拜的目光瞅着 心里非但不会感到烦躁 反而还有几分甜滋滋的自豪 于是路易大手一挥 很痛快的就给今下的申请报告下面 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你什么时候去调查 路易拿走了文件 直接递给了杨月 让他到时候连着之前的结案文书 一起交道上头去 明天吧 今天刚出了人头的事 估计文大的学生们还都怕着呢 看着路易手中的水杯 查了这么久资料 早已经口干舌燥的惊吓 下意识地伸出舌头舔了舔自己干燥均裂的唇 起身打算去给自己也倒一杯水 哟 竟然大部分人都在族里 真是难得 惊吓刚被过身朝着门口 身后就传来了一声中气十足的女音 他好奇地转身往后看 发现来的竟然是一个生面孔 一头浓密漆黑的长发 霸气十足的中分刘海 眉头青条 一双单缝眼中目光凛凛 鼻梁高挺 红唇唇脚向上勾起完美的弧度 他穿着一身简单的黑色短袖T恤加热裤 美胸风腰 一双笔直修长的大白腿 在银色系高跟鞋的衬托下 性感万分 惊吓看着他高了自己将近一个头的身高 心里感叹 这简直就是每个男人心中的女神 每个女人梦里想要成为的人 这个小妹妹就是族里新来的那个小医生 载兰叶的目光也被房间里陌生的面孔吸引 微笑着走过去 上下打亮着 惊吓身上宽松的长袍裙和他那张娃娃脸 忍不住心里的渴望 伸手摸了摸他毛茸茸的发顶 直接遭受了来自陆大队长的审问视线 则还护时呢 感受到陆毅的目光 载兰叶有些不情愿地收回手 脸上还保持着灿烂热烈的笑容 朝着已经沉迷在他的魅力中 一脸茫然的惊吓打了个招呼 你好 我叫仔兰叶 是个活了四百年的女鬼 说完 还朝着惊吓风情万种地 眨了眨那双电眼 你好 我叫袁惊吓 惊吓被他的眼神电的身子一颤 就连杂兰叶后半句介绍的自己的身份 都没反应过来 伸出手就要去和大美人握手 小妹妹不愧是这一命格 这一身陰气香得很 仔兰叶也不扭捏地和他回窝 还借着动作伸了头到他的颈尖 深深嗅了一口惊吓身上的味道 满意地点了点头 陰气 香 惊吓有些懵 不过脑子好歹转过了弯 这才发现眼前的大美人竟然是个鬼 而且道行颇深 以之前陆意教给自己的方法 拧了阴气到眼前一瞧 那身上的浓郁黑气 遮得他都快要看不见杂兰叶的脸了 这是个大利鬼 都有朝着拔的方向发展了 想到这里 惊吓脸上原本的痴迷停滞了 他刚才说什么来着 自己身上的阴气香 可不是吗 在所有鬼的眼中 自己就是块大蛋糕 吃了还大补的那种 蓝叶 别吓他了 胆子小得很 看见惊吓 脸色隐隐发白 陆意拧着眉 打断了二人之间客套的谈话 知道了 毕竟是自己小组的人 我再怎么饥渴 也不会对自己人下手的 载蓝叶收回 脸上热烈的笑容 又回到了之前 那副高冷欲解的样子 伸出手来 撩了撩自己的头发 低头无聊地 看着自己刚刚做好的美甲 也 不是蓝叶姐 我就是反应有点慢 不是怕你 惊吓 缩了缩脖子 笑得勉强 他们毕竟是组员 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自己把对他的恐惧 表现得太过明显 实在是伤了别人的心 而且也太过没有礼貌了 看看人家惊吓 露对你这个臭脾气 难怪找不到对象 听到惊吓的话 在蓝叶脸上 立刻恢复了几分笑容 说实话 他还是挺喜欢这个 看起来很弱的小女生的 只不过是因为 惊吓身上那股子 阴气 对鬼怪的天生吸引力呢 还是他的性格 就无从得知了 只是可惜了 明花有主 大阳之前就在他们的小组群里 八卦了陆队和这个小组员之间 暧昧的关系 看来惊吓还是个严控 要不然也不会就这么被陆队吃得死死的 这是载蓝叶 之前和你介绍过了的 师从祥摩师 不过实际上也是之厉鬼 听见载蓝叶话里的讽刺 路易掀了掀眼皮 并没有过多地表示 他和载蓝叶的渊源深得很 对方对自己一直不是很诚服 不过能力强 也算是个好帮手 蓝叶姐姐好 惊吓重新正色和她打了招呼 至于为什么叫人家姐姐 废话 人家都活了四百多年了 自己一个笨三的小人类 能和她平辈吗 要真论起辈分来 怕是自己太太奶奶辈的了 惊吓真有礼貌 载蓝叶欣慰的 朝她笑了笑 蓝叶 你的案子终于办完了 上官兮和载蓝叶的关系 一直很好 私底下爷爷姐妹相称 看到她回来了 最开心的 莫过于上官兮了 嗯 那家闹鬼的百货公司老板 有点水平 请了个到行不浅的牛鼻子老道 布了个聚财阵 看似聚财 背后聚魂为自己所用 为了收拾那个老道 凝聚起来的残魂 我费了不少的时间 蓝叶辛苦了 上官兮拉着她的手 和她坐在了沙发山 给她递过去一杯水 怎么 最近没案子了 大部分人都在组里 蓝叶喝了一口水 问道 最近还算清闲 我和大阳在处理之前 堆积下来的结案文书 谢销回了少林寺 唯一的一个案子 陆队和金夏接了 他们在查 上官兮也拿起杯子 喝了一口水 看着组里的情况 给她介绍 哦 金夏本事不小吗 刚来没多久就能自己 跟着陆队出任务了 宰兰叶对金夏的印象更好了 看起来不光是个 就会躲在陆队身后的奶娃娃 性子里还是有股 不服输的韧劲的 哦对了 宰兰叶突然想起了什么 拍了拍自己的脑袋 恍然大悟到 那个百货公司的老板 身份有点特殊 她是严氏财团大公子 严氏番的亲舅舅 又是严氏 金夏听见了 表情一愣 怎么 这次的案子 也和严氏有关 宰兰叶丹 奉眼一亮 有了几分兴趣 这次的案子 和一个叫做 完美APP的手机软件有关 这个软件的背后金主 就是严氏 巧了吗 这不是 我正好也在玩这个APP 说着 宰兰叶掏出了自己的胯包里的手机 点开了一个APP的界面 展示到了 金夏的眼前 那是个迎合少女口味的粉色界面 除了花体字的软件名称 logo 还有一排写着首页 占卜 解梦 心想事成千道 论坛的置顶栏 没想到 兰叶你也会玩这个 上官西看见了那个 APP明显是瞄准少女风格的样式 心里有些唏嘘 我无聊啊 这个软件又在软件商城排行榜上 就下着玩了 里面有个心想事成千道挺有意思的 每连续千道时的倍数 你就会得到一些积分 用来兑换占卜解梦的次数 我试了试 还挺准的 当时还在想 是不是哪个道馆 为了挣外快兼职开发的 载兰叶一边说着 一边无所谓的耸了耸肩 心想事成千道 今下抓住了这个重点 之前他就听说过 那两个学妹提起过千道 张队长也说过 凡是千道一百天的人 大多数都失踪了 难道这个 APP真的有问题的部分 在于这个千道机制 看来自己也有必要 下载一个深入了解看看了 对啊 我已经玩了五十六天了 船的积分换了几次占卜的机会 说着 在兰叶点开了自己的千道栏 给今下看 那是一个日历一样的界面 最下面有一个圆形的千道按钮 按一次之后 就算千道成功 日历上对应的数字下面 就会出现一个红色的对勾 表示你今天签到了 日历上面有一排数字和 礼物图案的界面 上面写着 十至二十至三十 一百 每个整十数下面 都对应着一个礼物图案 有的是点开之后的 没有点过的 都显示成了灰色 看起来没什么不对的 今下仔细瞅了那个 千道界面好几眼 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对啊 所以我才有点意外 不过这个 App声称连续千道一百天之后 就可以获得一个叫做 心想事成的礼包 可以完成你的任何一个愿望 我当然是不信的 骗骗那些小女生还可以 怎么可能真的有人有这个能力 能够随意完成别人的愿望 愿望 又是愿望 今下想起了之前 沈青青手机上 承诺完成她愿望的神秘短信 心头一动 这两个案子之间 除了那颗疑似被施加了 车裂之行的人头 还多了一个关联 那就是利用人类 实现愿望的贪婪之心 吸引人们的关注 而且这个软件上架这么长时间 完成了一百天 连续千道的人 怕是多得数都数不过来了 可是 为何只有最近 才逐渐出现了失踪的学生呢 而且 失踪了这么多学生 就只有刘建成这一个人的脑袋 被扔在了这么明显的地方 目的又是为何 再加上那个被锁在警车里 后来失踪了的 叫做玲玲的姑娘 按照张队说的 她正好是在今天 完成了连续一百天的签道 见到了男朋友的脑袋之后 发了疯 掐住了那个被送到医院的女生的脖子 现在还离奇地被人就走了 这个玲玲 仿佛是目前所有案子的关键连接点 偏偏人又不见了 一定是幕后之人 怕他们顺着玲玲这条线 查到什么 所以说 现在除了那个神秘的 App签道要调查 还需要梳理清楚 死者刘建成 失踪了的玲玲 和被下风的李玉汉 三者之间的关系 摸着自己的下巴 今夏决定 明天先去文大找个突破口 把三人之间的关系问清楚再说 一旁早就给自己倒好水的路易 端着水杯 不着痕迹地观察着 今夏和载烂叶之间的互动 眉心的结渐渐宁紧 严是财团 严是藩 他总觉得 自己在哪里听说过这两个词语 而且一想到这两个词 心里就是一种本能的厌恶和排斥 他的神魂因为禁锢 丢失了很多的记忆 而这两个词 恰巧就出现在 自己丢失的记忆中 而且不知为何 每每看到今夏说出这两个词 他的心头没有来的 就会生起一股担忧和抗拒 甚至想要让他 不再顺着这个线索 继续查下去 可是 之前已经为了让他得到锻炼 信誓旦旦地 让今夏放手一搏 现在再插手进去 只怕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罢了 陆一抬手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 心里有些疲惫 总归他的身体里 现在有自己的疑魄 哪怕是当年伤了自己的人 都伤不了他的根本了 只要自己在他身边 再小心些就是了 他不能成为他的桎 阻止他成长 顾名思义 这是一个主要收治精神健康方面 疾病病人的医院 坐落在文水市南部城郊 衣衫傍水 环境优美 还拥有一个两个足球场 那么大的绿化草坪公园 用来给病人 进行户外锻炼和活动 医院实际占地面积 1200平左右 拥有大大小小12个相关科室 300多间病房 职工大约120人 县住院病人病人 也有600多人 看守大门的门位 是文水市周边乡下高中 就辍学来成立打工的 瘦高个男青年 一眼望去 嘴巴天生的齐大 加上姓猴 医院里的人都叫他大嘴猴 今天是周二 是个上班日 按理说 除了定期前来复查的病人 和住院病人的家属 基本上没什么人员走动 大嘴猴打了个呵欠 无聊地看着值班小亭子里的监控屏幕 手里握着手机摆弄着 有心人一看 会发现他手里手机此刻的屏幕内容 正是方才惊吓他们 还在讨论的完美APP 今天是他玩这个APP的第98天 也已经连续签到了98天 通过之前几次签到奖励 得到的积分 大嘴猴兑换了几次占卜和解梦的权利 别说还挺准 让他一举就拿下了医院里长相不错 身材娇好的小护士文人月 要说这文人月人美生甜 可是科里男青年眼中的抢手货 谁知竟然被一个小破高中 没有毕业的农村小伙子拿下了 医院里的男医生护士们要说不妒忌 还真没人信 真是个好用的APP 等我签到100天 我就许愿让月月嫁给我 等我讨了房这么漂亮的城里媳妇回去 村子里那帮人就不会看不起我了 大嘴猴一边看着手里的屏幕 一边咧嘴笑着 那张大嘴巴一直咧到了耳朵根 看起来有些莫名的诡异 大嘴猴 别玩手机了 来了个新人 你开闸门 值班室的窗户被人从外面冷不定地敲响 吓了还常样在自己美梦里的大嘴猴一跳 他有些不满地抬起头 发现外面是自己熟悉的医院司机牢里 因为医院位置偏僻 方言吉里 没什么人气 公交车也很少所以专门过了个司机把要来住院治疗的病人拉过来 劳里已经在医院干了几十年了因为长期坐着开车 不怎么运动整个人看起来肥头大耳大腹便便 身上还有骨汗嗖味没什么医院的员工喜欢和他一起玩 来了来了说一声不就行了吓唬人干嘛 大嘴猴美好气的丑了丑被拦在闸门外印着文水士精神健康院的一辆老旧的救护车 按下了面前开关闸门的按钮 因为这个医院的病人情况特殊 整个医院外围都用通了低伏电压的电网里三层外三层围的水泄不通 工人进出的小门要刷员工卡 工车辆和病人进出的大门口更是设了内外两道铁闸门 除了门卫大嘴猴就只有院长和主人有开关门的遥控器 因此平常人员车辆进出都要通过闸门外的对讲机和大嘴猴沟通 大嘴猴记录了来往人员信息之后才会放行 老李骂骂咧咧地重新从小门走到了车上 大嘴猴好奇地撑着脑袋朝外面车里望了望 发现后备箱角落里蹲着一个披着毯子 哆嗦着嘴唇的大学生模样的女生 别看脸蛋毫无血色 看起来长得还真的挺不错的 这么漂亮的姑娘 怎么就疯了呢 大嘴猴嘖嘖称奇 心里替那个姑娘感到不值 被医护人员打了安定的李玉翰抱着双膝 尽可能地将自己的身子全拘起来 缩在毯子里 她的脸色惨白 嘴唇青子干裂 大眼睛里满是惊恐 不 不是我 你不要过来 她朝着车厢里的某个地方 害怕地挪一只视线 浑身哆嗦着 不断地重复着这一句话 若是此时特殊案件调查组的任何一个人过来 一定能看见 在她的面前距离她不到一米的距离里 坐着一个皮肤有黑的高个子男青年 她的身上是大量的喷溅状暗黑色的血液 脖子处原本应该是脑袋的地方空荡荡的 只有一个碗口大的已经停止流血的血痂 这个人竟然是之前被发现了一个脑袋的刘建成 冤有头债有主 你不去找林林 你来找我做什么 李玉翰看着男人离自己越来越近的僵直身体 整个人抖得如同筛糠 他想要高声尖叫着救命 可是之前他试过了 他自己一叫就会被人按住注射安定 所有人都看不到对面的刘建成 只有他自己能看到 而自己的反常举动只会让别人更加肯定自己 已经被吓得得了失心疯 阿汉 我好疼啊 你 看到 我的头了吗 不知道没有了脑袋的刘建成是怎么说出声音来的 李玉翰耳边传来他冷得刺骨的声音 你 你别过来 你的头在警察局 你来找我做什么 李玉翰再也忍耐不住内心的恐惧 整个人发了风一般的猛地顺着牢里开后 车厢门的一瞬间 使了吃奶的劲儿 撞开了一身肥肉的牢里 跌跌撞撞地朝着医院的走廊深处跑去 哎 这小姑娘怎么就病发了 来人啊 病人跑了 牢里被他撞得身子一个猎切 很快回过神来 一边喊着走廊上的医护人员帮忙 一边撒开腿去追已经跑出一段时间的李玉翰 这个医院地形复杂 还有好多地方是不允许外人入内的 他要是不小心闯进去了 怕是没封也要真的封了 牢里这么一寒 原本在走廊上抱着病例 准备送给医生的小护士 文人月正好听见了 他抬头瞅了瞅 正在朝自己跑过来的 披头散发的李玉翰 脸上闪现过一抹厌恶 但是还是努力扭转了脸上的表情 走过去一把揪住了李玉翰的胳膊 拦住了他 要说文人月这个人个子不高 人也长得娇小 倒是手劲儿极大 一个胳膊就组织了已经慌不择路的陆玉翰 你是刚来的病人吧 不要在走廊上跑步 伤着别的病人怎么办 一边说着 他一边看着面前颠着大肚子 跑得呼吃带喘的老李 眼底的厌恶更浓了 但脸上还是挤出了一个微笑 朝着老李笑道 老李 这是你今天带过来的病人吧 你可看好了 之前跑走的那个院长 可是发了好大一通火呢 原来是文人护士啊 多亏了你眼睛手快 要不然凭我这个身板 还真抓不住 这个发了疯的小丫头骗子 老李一看到 是身材火辣的文人月 抓住了李玉翰 顿时那双被肥肉堆得细小的眼睛 眯起来笑了 一脸的猥琐像 他认得文人月 这可是他们文水健康愿愿花级别的人物了 当初他刚来时老李也对他动过歪心思 谁知竟然被门卫大嘴猴抢了些 也不知道 那个臭小子 是走了什么狗屎运 竟然真的能把文人小护士追到手 人我给你了 陈医生那边还需要我送病例呢 文人月笑着将自己抓住李玉翰胳膊的手松开 不着痕迹地在自己的护士服下摆蹭了蹭 在老李色咪咪的目光之下 扭腰白腿地走了 真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老李看着文人月曼妙的身姿 扎了扎嘴 一脸的遗憾 早知道文人护士的标准这么低 他也厚着脸皮去追了 抖什么抖 竟会给我添麻烦 手里抓着的李玉翰 此时害怕地 整个人腿软地蹲在地上 老李面色不善地上去 踢了他一脚 硬是拖着他的胳膊 将他拖到了诊疗室 与此同时 文人月护士交完了那落病例 笑眯眯地从医生办公室出来 拿出手机 点开了自己的完美APP界面 满意地看到了 签到栏上显示的 连续签到98天 还差两天 他就可以许愿 嫁给一个大富豪 再也不用陪着笑 和大嘴猴 那个穷酸象的老土憋在一起了 咦 在办公室整理之前 重案组成员 给自己案件相关资料的 惊吓冷冷地 看着自己手机上 署名张庆安的短信 我们之前留下的 受害人之一 李玉翰的手机 也安装了完美APP 最诡异的是 手机一直放在政务室 没人碰过他的手机 今天竟然自动显示签到了 已经连续签到98天了 这个 还会自动签到 惊吓看着屏幕上 张庆安发的内容 陷入了苦苦的思索中 那岂不是代表着 还有两天 李玉翰也就达成了 连续签到100天的成就 他也会失踪吗 怎么了 一直坐在沙发里玩手机的陆毅 注意到了 惊吓略显沉重的表情 走了过来 也看到了张庆安 发过短信的内容 是技术问题吗 惊吓指着自动签到几个字 给陆毅看 我觉得不像 倒像是这个APP 在故意地凑什么时间 陆毅摸着下巴 见没一条 说道 凑时间 惊吓像是想到了什么 伸手从电脑上 点开了之前众案组关于完美 APP失踪案的调查报告 去年2月 一共有5人报告失踪 6月也是5人 7月也是 他一边飞速地浏览着 心头升起一抹不祥的预感 五马分尸 5个人的尸块 5条人命 现在是5个同一时间 签到满100天失踪的学生 他颤抖着手 翻出之前小景元 留给自己的两个 做笔录的妹子的 电话打了过去 木槿的没有打通 凌落得倒是很快就接了 你好 哪位 凌落清脆的声音响起 我是那天在文大问你情况的 袁金夏原警官 金夏努力让自己的声音 听起来镇定一些 哦 是学姐啊 有什么事情吗 是那个案子有了进展 是有一些进展了 我们发现 死者和他的女朋友 都有玩过一个叫做 完美APP的软件 那天我听到你和你朋友说过 你们也在玩这个APP 可以方便睡意一下 你们签到多少天了吗 哦 今天我和阿牧都正好签到98天 是不是这个软件有什么问题啊 一听到金夏说 这个软件和死者有关 凌落的声音里 带了几分警惕和害怕 竟然也是98天 金夏一听 瞳孔俱阵 我们现在怀疑死者的死 和他女朋友的失踪 都与他们在完美APP上 连续签到100天有关 你们这几天 千万别再签到了 什么 这么邪乎 电话那头的凌落愣了一秒 这才反映过来 事情的严重性 毕竟年轻人对于鬼神之说 接受起来 还是比较容易的 立刻听出了 这个APP的诡异之处 我 我现在就和阿牧把 APP删了来得及吗 你可以试试 今夏听了 语气沉重 出了李玉汉手机自动签到的事情 他肯定了自己的想法 这个APP在有目的性的吸引人连续签到 并且为了某个目的 强制性地将五个人凑在同一天 签到满100天 谢谢学姐 电话那头的凌落 像是松了一口气 语气轻快了些 连声道谢中挂了电话 你明知道 删除软件或是停止签到 是阻止不了的 陆毅环抱着双手站在一旁 江方才今夏和凌落的对话 全都听得清清楚楚 我知道 但是我希望能让他们有点心理准备 今夏叹了口气 毕竟是自己见过的学妹 就这么眼睁睁看着 让他们俩在迷茫中消失不见 她实在是忍不下心来 找到解决思路了 我有个想法 想学长帮我一把 今夏垂着头思索了很久 这才重新抬起头坚定的看着陆毅 要用那次帮助机会了 陆毅看到她脸上的表情 心中了然 哟 我希望学长能帮我 和我一起替代那两个学妹 完成一百天的连续签到 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 今夏点了点头 语气坚决 五个人中已经知道了三个人的签到时间 剩下的两个人想要在完美 App百万的用户群中搜索到 如同大海捞针 而且他们现在还不知道这个App 签到满一百天后究竟会发生什么 毕竟之前的五个人都只是失踪 并没有发现尸体 而刘建成却成了其中的例外 还有她那个晚了她一天 签到满一百天的女朋友玲玲 她为何会在一百天的时候突然发疯 又是被谁从警车上劫走了 之前陆学长说过 劫走林林的是普通人类 那么这个人又会是谁 是完美App幕后的金主 颜世财团的人吗 这一切的解决方案 最直接的就是 亲自成为被App选中的那五个人中的一个 一探究竟 她没有办法替代别人 不代表着陆毅没有办法 想清楚了 出了问题我可能会来不及救你 陆毅坐到了惊吓对面的椅子上 一双狭长的桃花眸 意味深长地直直地看着她 想清楚了 这是我接的第一个独立办的案子 我希望能够尽快完成 避免更多的人受到伤害 惊吓那双新人眸子里 是前所未有的坚决 看到她的样子 陆毅突然有些恍惚 这才是她应该有的性格 不服输 坚韧 却又心存善念 平日里走在路上 连一只蚂蚁都不忍心才死 要不然 当年她也不会因为担心自己的伤势 孤身犯险 去为自己求情 结果替自己白白承受了余下的三道雷劫 神行俱灭 多少年了 她自己都记不清 自己找了她多少年了 起先得一千年浑浑噩噩 她就伤 未愈 又添新伤 整个人颓废潦倒 直到机缘巧合之下 就吓了被人当作草药物彩的林薇薇 在她的身上 寻到了一丝她魂魄的气味 路易知道 当年的雷杰 只怕是将她的三魂七魄 搅得粉碎 能够寻回一魄 就已经是万幸了 她像是重新找到了生的希望 耗尽几百年的修为 替林薇薇医治好了损伤的内担 祝她早日化形 谁知化了形之后的林薇薇 除了那张脸有些相似于她 其余的 性子 谈吐 就连爱好 统统和她千差万别 精怪的画形 是可以自己调控的 林薇薇曾经见过 自己为她画的画像 能够变成她那模样的脸蛋来 也不意外 要不是那份魂魄上的颜色和气味 真的属于她 路易自己的性子 是断然不会将人留在自己身边的 林薇薇在路易的心里 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替代品 这是一个所有人都知晓的事实 现在 她机缘巧合之下 遇到了惊吓 得知了她身上那一个属于自己的魄 以及 她那身不正常的阴气 还有她那无时无刻 不再撩拨自己心弦的小动作 她那与她越来越分外相似的性子 以及当初昏迷之前的那声称谓 这一切 真的只是巧合吗 似乎真相呼之欲出 可是路易不敢去赌了 林薇薇就是一个明晃晃的例子 当她彻底对她失去了西迹 带来的就只能是更加猛烈的伤痛 但是不得不承认 她已经渐渐地将今夏当成了她 卑微又卑鄙地希望能够从今夏的身上 找回当年她的影子 夏儿 你究竟在哪里 当年雷洁之后 阎王爷云我 偷偷助你轮回转世 可是这千百年过去了 我却一次都没有寻到过你 这就是天地对自己的惩罚吗 或许是的 别让自己生生挨拾到雷洁 还要痛彻心扉